24日,龙行天下一行不顾女徒劳累,又转转到东莞虎门。 台湾著名钓手,冠座钓具公司总经理刘薇冲先生陪我们到虎门市郊的一养殖堂,进行了试钓。 开钓前,刘老师讲解了自己使用龙王横罗飞尔的心得和体会。 各位钓友好,今天我们在东莞一个休闲堂钓了这个罗飞。 然后就是说,今天我要所介绍的是说,龙王横这个钓耳,那怎么开耳?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大罗飞跟小罗飞掺杂在一起,那我们就说,怎么用这些耳料去钓大的? 因为就是说,一般我们休闲钓的话,就是说,都是想细用钓到大的嘛。 然后这些耳料就是说,我待会开一遍给各位做参考一下说,怎么样开,那你钓的鱼会比较大。 然后就是说,还会介绍说,这些耳料用在什么时候,东西要用多一点,什么时候用少一点。 然后我现在就是示范一下说,怎么开拉耳? 它这个耳料如果开出来的话,它可以搓拉结合啦。 并不见得一定是拉,那也可以搓。 然后我现在,我来介绍一下说,小罗飞这种产品啊,它里面有带氨基酸带酸的。 其实钓罗飞这项东西是蛮重要的,因为罗飞啊,尤其这种秋天以后它喜欢吃酸。 所以说,这这量啊,取决于就是说,天气越闷的时候,你的量要下的越大。 如果天气比较凉的话,你就不要下那么多。 然后再也就是说,它这两份都是拉耳,只是说这个拉的颗粒会比较大一点,这颗粒拉的比较小一点。 这这两项,这其实这两项都是,罗飞比较爱吃那种腥味的东西。 然后就是说,再次是刺蚁,刺蚁刺蚁是说,罗飞里面,它可能它的惯性啦,跟这些虾粉啦,就是它喜欢吃的东西。 因为罗飞喜欢吃腥,这是不会改变的,所以说这个可以搭配起来。 然后,那其他再次搭配下,它是会,然后我再,现在我再示范一下说,怎么开这些好料。 首先吼,我们,因为在这个囊房这边,一般在钓的话,都会加些冷冻,下去搭配吧。 如果说你开口度好的话,要钓大的话,尽量用干位的下去开。 如果说开口度比较不好的话,你就用腥味的开。 两种不一样的。 那我今天,因为你妹刚好有小鱼嘛,所以说,我这个洞是用那个干位的下去开。 你要开一份拉好的话,其实说,钓友也都,一般有在钓友的资料是说, 它的开法其实跟那个钓友也是很类似的,就是说,挪辉开口的时候,那个颗粒啊,开出来拉的,要大。 首先呢,就是说把洞耳,然后,加水。 水的话,就是一个大约纸啦,就是说,刚好把这个洞,弄得稀稀的。 用了稀稀以后,然后现在我们就会加这个下灰,这个是属于酸性的嘛。 其实今天这种天气的话,就说,比较闷热,这种东西是,就是说,到这种天气,这个东西绝对是,到哪里都一样,它绝对缺少不了的。 它酸,酸里面其实是,我讲的是氨基酸嘛,可是,挪辉要到秋,秋天开始,它要过冬,它一定要储存一些,高的氨基酸,就是,他们讲说,酸是一种蛋白质啦。 那这包的分量算蛮大的啦,整包的话,可能配一片半碗,可能过多,味道会过重,因为这味道算蛮浓的,那如果说,以我个人在判断的话说,它可能加个三分之一包, 应该都够了,然后我现在讲,就大约加个三分之一包,然后再来说,这个是,它本身就是,带拉之分的拉啦,那,如果说看你今天要钓的鱼是,时间长还是短,如果时间长的话,哦,你可以整包下,如果时间短的话,因为你下大量的话,可能会浪费,那我现在就先,以半包算嘛,我开半包。 那并不建议说,一定是可以半包的,你一包下去的话,也行,就是说我刚刚讲说,你可以着亮嘛,那再来,这也是拉,不过它,它两个味道有点,就是说有点不一样, 这个带有点,稍微有点蒜味,这个带,蒜,蒜星,可是这个是纯星,不大一样,那因为这种天气的话,蒜味的话,鱼灰钓的鱼会比较大,因为我今天主工是要钓大鱼灰嘛,所以说,这个来,一样我也是,大约直啦,这个,也是半包。 然后,刺尾青,如果说,以半包斑斑斑来讲说,一包,半包刺尾青,因为这个分量,也不是挺大的啦,那应该一包都够了,如果说你有加,整包下去的话,我建议是,加两包,刺尾青比较够。 那我就加,一样是,一包,刺尾青嘛,再来说,南极虾粉,南极虾粉就是说,大家都知道这个螺灰,肯定是接受的东西嘛,那你量要加大的话,也可以,那只是说,待会我们要,你量加大的时候,你的拉素,可能就说,刚刚这边里面的拉素肯定会不够, 那一般,一包刺尾,配一包,南极虾粉,那个腥度都够了,因为本身里面都带着腥味嘛,然后我加一包,然后拉斯粉的话,因为,这个里面都是腥的东西为主,那腥味很,很会破坏这个,拉斯粉啦,的那个湿啦,所以说,一般下的拉斯粉的比例要高,一般,掉剂尾的话,就是说,可能加了百分之三十都够了, 如果我们再,如果这样算的话,我会加到百分之四十,甚至加到百分之四十,就是看你要拉多大,如果你要拉大的话,这两个本身有拉斯的,你就,这个虾粉里面,两个虾粉,然后还有这个说,刚刚讲那个笑灰,还有洞啊,它比例应该加到百分之四十, 好,那我们都大约加到百分之四,那这样豁起来的话,可能会比较干,就是说,因为刚刚我们下的那个,弄动料的水比较少嘛,那,没有关系,就是说,我们先把这些,拉斯粉,先把这些粉先混了一下, 先把它,先把它混均匀以后,拉进去,好,这样,跟我们正常开口是一样的,现在把它打, 因为我们钓螺灰的话,这耳料,基本上都是可以打的,为什么,因为我要戳的颗粒要稍微偏大,所以,那,拉斯粉因为,一打的话,它的那个湿位比较多,好,所以,然后打好以后,我们就是把它压一样,稍微压一样,好,放,放着,那,差不多应该,两分钟都够了, 那,开好的话,如果说,像一般就是说,你可以试一下,看一下,这个试都有出来了,如果说不够的话,也还可以再加